编辑 来看一下编辑啊 现在还报年度有点低啊 年度 年度低 年度 超标 年度超标 因为它这个三点四 这五点九相差 相差不小呢 那 年度又太稀了 还报警 好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信息怎么编 编信息啊 编信息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写信息的这个按钮 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 然后这个是我们编好的 编好的信息啊 编好的信息 你们可以把它 把它按退格键 就删除 删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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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这是我之前编好的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 我们自己自己编信息啊 自己编 我们把它删掉 删掉删掉删除 删除 删除 好 我们这个可以编四行信息 可以编四行信息 谢谢 我们可以随便编号 1 2 3 4 5 6 7 8 就编信息就让编子 然后第一号编完了 然后编第二号 第二号 第二号 第二号编完了 我们又编第三号 信息就让编吧 根据客户那个现场要打印什么 我们就把它编进去 编完之后 这边有个保随 有个保随 我们点一下保随 对这个文件继续命名嘛 命名什么可以 1 2 也可以 还是给你平常想命名什么就不明什么 然后我们给确定点保随 点保随 哎 这个信息就保存了 这信息 这个信息就保存了 那我如果想现在就打这个信息呢 我们点这个打印这个按钮 我们点一下打印 我们出出打印 来 我们就就会打印这条信息啊 我们我们如果要这编了好好多信息 编了好几个信息 编了好几个信息 我要我要我要选择 我选择我要打印信息 我们这边有个文件夹按钮 我们点一下文件夹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边就我们见好信息啊 这我们见好信息 这是我们见好信息 好 这是我们见好信息 好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 我没 你自己命名命人的信息 啊 我之前命名的都一样 我们找到一样啊 这条信息 就我们刚才刚编的一条信息 选中它之后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这个打印 它就会打印这条信息 它就会打印这条信息 这个信息怎么删除 信息怎么删除 我们选中要删除的信息 选中要删除的信息 咱们710这条信息 我要把它删掉 我不需要它 不需要它 我们点第三个 这个按钮 对应这个 点这个 然后第一个就是删除 第一个删除 没有点删除 然后这710就会没有 就会消失了 就被我们死 就被我们的那个 给删掉了